你们好,欢迎跟我一起学习汉语俗语与文化。 今天我们学习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这条俗语。 跟我读,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高处指高的地方。 在这句话中,指更好的地方,更好的发展方向。 低处,指低的地方。 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这个俗语是说, 人们在工作上,事业上,都愿意去更好的地方,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 就像水向更低的地方流动,都是很自然的事情。 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常常用来鼓励或者认可一个人的发展。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顺序,把它说成,水往低处流,人往高处走。 这条俗语在句子中可以直接使用,常用在俗话说,人们常说,人们都说的句子中。 比如说,小明和妈妈在谈论学习的事情。 妈妈,大学毕业后,我想继续读硕士博士。 小明,人们常说,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妈妈支持你。 再比如,两个朋友在说小张换工作的事情。 听说小张去了一家大公司工作,工资比原来高了很多。 是啊,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小张一定会发展得更好的。 咱们也要加油啊! 好,下面我们来练一练。 女儿学习成绩一般,但是她自己很满意。 妈妈看了很着急,她鼓励女儿提高成绩。 如果你是妈妈,你会怎么鼓励女儿呢? 准备好了吗? 开始! 你可以这样说。 孩子,俗话说,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。 你的成绩还可以继续提高。 妈妈相信你会更棒的。 下面,我们再来练一练。 两个朋友在谈论工作的事情。 一个人说,我打算去新的公司工作了。 新公司给的工资很高。 另一个人说,目前这家公司的老板对你挺好的。 你不再考虑考虑了? 如果第一个人已经决定去新公司了, 他会怎么回答呢? 准备好了吗? 开始! 他可以这样说。 不考虑了。 人们常说,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吗? 好,同学们。 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。 我们就学到这里。 下次课,再见! 再见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